哈囉 大家好 我是蓋伊 記上一篇三角肌後速的啞鈴訓練 今天再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三角肌中速的訓練方式 一樣我選擇使用啞鈴來做示範 所以不論是在健身房或是在家裡 只要你有兩個啞鈴 都可以自主練習三角肌中速的訓練 今天會跟大家示範 站立式啞鈴側飛鳥 在訓練三角肌中速時 感受度的掌握 以及動作上的細節 我在健身房看過各種啞鈴飛鳥 有些人會站得很挺 手臂打得很直 有些人則會過分彎曲手肘 我還看過會把啞鈴舉很高的 這些都不是一個良好的訓練姿勢 雖然每個人的活動度不同 所以訓練姿勢上面多少都會有一些差異 但還是要盡量避免姿勢過分跑掉 首先一樣我們先從準備動作開始 我們先空著雙手抓出自身的活動度 上半身不用過度挺胸 雙手自然下放 然後慢慢的把雙手向外畫 找到一個最高點 注意手腕的角度 你可以試看看比出一個6 如果大拇指往上手肘掉下去 這時候肌肉張力會往三角肌前肅的位置跑 如果小拇指往上 中肅的位置則會被往前帶 我們今天要練的是中肅 所以你必須學會把感受度好好的吃在中肅的位置 手肘的位置與肩膀接近平行 當你舉到頂點時 這時候你會感覺三角肌中肅非常的緊繃 這個位置就是你訓練飛鳥的頂點 不用刻意高過你的極限 刻意拉高只會讓肌肉張力轉移到你的上斜方肌 對於三角肌中肅是沒什麼幫助的 再來手臂的位置 不用過分打直也不用過度彎曲 用你最舒服的角度即可 掌握好自身活動度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那些啞鈴練習飛鳥這個動作 訓練頻率我會建議慢拉慢放 然後盡量不要放得太低 這段距離幾乎沒有對肩膀的肌肉張力 盡量保持三角肌中肅的緊繃狀態 不要間斷張力的持續時間 這邊注意在每下啟動時盡量避免聳肩 好好的把手臂向下向外延伸 感受自己三角肌中肅的拉扯 避免身體過度搖晃 一樣 如果才剛開始訓練身體就在晃動的話 務必降低啞鈴的重量 重量是假的 感受度才是真的 最後呼吸的部分 起動時吐氣 下放時吸氣 好好的用輕重量練習 掌握各項訓練動作的感受度 養成良好的習慣才是成功的關鍵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想看各位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我是劍仁蓋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